这是我见过最玩命的直播 在零下30度的天气里 小伙一边喝着82年的可乐 一边体验速度与激情 同伴在坐在车上直播 高哈老铁双击666 把牛逼打在公屏上 这时一辆卡车紧随其后 不停地按着喇叭 但作死二人组显然没有必让的意思 没办法 卡车司机猛打方向盘 准备弯倒超车 惯性让车顶的冰块瞬间炸裂 下一秒 小黑急忙不打求救电话 救援队很快抵达事故现场 冰块插在小伙脖子上 情况十分危急 黑姐检查后发现 小伙血压降低 心动过速 可能是失血过多造成的 必须立刻做手术 可冰块起码有几百斤 如果贸然移动伤者 很可能把他头直接砍下来 此时消防员也赶到了现场 黑姐表示 现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先把冰块切开 才能送他去医院 但切根难度极高 稍微偏差就会划破颈动脉 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派出手最稳的队员 小帅打他喷火枪 用他单身20年的手足 在冰块上切开一道完美的弧线 冰块很快脱落 随后小伙被抬上单架 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本以为营救大功告成 可在救护车上 暴风雪让道路颠簸不堪 再加上冰块开始融化 男人的伤口突然崩裂 陷血瞬间喷涌而出 血压指线下降 止血部丝毫不起作用 黑姐意识到是紧动脉窗口 之前冰块起到止血的作用 而现在冰块正在不断融化 黑姐赶紧让司机停车 他们手拿塑料盆 开始不停给盆里装血 再将血敷在男人颈部 同时让司机咬下车窗 关闭车上的暖气 没过多久 血压终于恢复了正常 男人也慢慢恢复一时 不得不说国外人少是有原因的 真是不做死就不会死 环下面的这个男孩 不小心打翻医院的润滑剂 在一系列的巧合下 竟酿成了一场大祸